高氧水 未来疾病的解药 不是全靠药物 而是靠水为矿营养素 药物有极限 营养是关键 但一年左右的时间 身体的98%细胞 都会被重新更新移变 只要水营养充足 受损的器官 通过细胞的不断形成代谢 和自我修复 经过一段时间 受损的组织和器官 就会被良性转换 了解水的重要性之后 您是否了解您喝的水 是不是好水呢 大家好我是水博士 好山好水云山水 今天来检测家庭的饮用水 现在体验什么是好水 首先我们每天吃的 麻油沙拉油地沟油 首先我们来测试 我们的麻油 再倒一点 再倒一点 这是我们的自来水 和一般的矿泉水 它整个油会浮上来 这个是我们的羔羊水 可以将我们身上 身体的一些油脂 或是一些便秘 可以把它排除掉 搭成新陈代谢 这是我们的羔羊水 它属于弱碱性 8.5到9.5 那我现在来测试 我们身体是碱性或酸性 首先我来吹这个泡泡 首先我来吹这个泡泡 好我们身体 处于这个是酸性的体质 酸性的体质 我们一定要喝这个 互清高氧水 这个把它加进去之后 都变成碱性一个水 所以可以综合到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细胞 让它活性化 生命三大不可或缺的元素 阳光 空气 水 不光是要多喝水 重点还是要喝对好水 好山 好水 云山水 云山水 高氧 活水基 关心您的健康 大德 小文珀 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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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德